第9集的巨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到的動漫是 《進擊的巨人》 這次繼續來講述我對第9集的觀感 在看完了前面的馬雷篇之後 相信不少動畫黨一定看得暈頭轉向 尤其是第8集所給出的訊息量實在太大 但你也知道巨人向來都是以 倒虛以及差虛的手法來講述劇情 一開始就先來給你個高潮劇情 然後後面再用回憶的方式補回來 所以接下來的級數 都是在講述帕拉提島上過去三年來的劇情 當然也幾乎都是文系 不過接下來的幾集可是第四季的精華 而且十分的有趣 它能體現出愛連這四年來的成長以及轉變 還有島上的科技為什麼會一下子提升這麼多 基本上今天這一集 算是巨人這部作品中 少數劇情氛圍比較不會那麼壓抑的級數 反而有一些比較歡樂的場景 不過因為這一集大部分都是回憶 所以我們這些在看過上一集的觀眾們 會感受到的不是歡樂 反而是有點哀傷的感覺 這就是劇情的巧妙之處 在這裡我先說因為這集是回憶片嘛 因此這集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爆點可以講 所以我主要想直接在這裡講 今天這一集我最喜歡的幾個場景 首先就是開頭韓吉迎接馬雷視頻那邊 哇這也真超懷念的 好久沒有看到韓吉這樣瘋瘋癲癲了 葫蘆美真的又再一次 將韓吉這個角色詮釋得極其完美 看韓吉這樣瘋瘋的好笑歸好笑 但我卻有一種好像少了某些東西的感覺 一個熟悉的聲音 那個聲音總是在負責吐吉 常說著 本太獎 再來就是愛連向所有兵團 講述始祖之地以及地名那邊 這裡的作話真的很猛 尤其是愛連和米卡莎以及女王 這三個人的顏值在這幾幕都非常高 話說看到女王沒被畫崩我真的很高興 畢竟她可是我在這部裡 心目中排行女神第一名 不過說到人物作話方面 今天這集有些人有一點小小瑕疵 例如阿爾敏 他的鼻子有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太大了 之後就是今天我最喜歡的地方 主角傳在吃美食這一幕 看到莎夏在這裡吃得這麼開心 真的多少有安慰到我的心裡 至少她也吃到了牆內人不曾吃到過的東西 這對於一個吃貨來說簡直就是個美夢 再來就是阿爾敏和愛連在打把時的談話 這邊談話雖然很短 但我覺得對劇情上的安排卻非常重要 這裡阿爾敏認為愛連使用地名去威脅全世界的做法 太過於激進野蠻 他希望能依靠溝通的方式 來解開種族之間的誤會以及仇恨來達到和平 因為阿爾敏先前跟兵團所俘虜的馬雷士兵相處了一段日子 而在這些日子裡 他發現這些最一開始把他們當作惡魔般厭惡的馬雷人 在與自己長時間的相處下 這些馬雷人逐漸不再厭惡自己 甚至到後來還能敞開心胸與自己對談 而這些事情也讓阿爾敏認為種族之間的仇恨並非完全無法化解 他認為只要大家坐下來好好溝通 就能解開彼此之間的誤會 讓大家互相理解 但阿爾敏卻不這麼想 他認為並不存在什麼誤會 他不認為島外的人真的會願意坐下來跟他們談 畢竟在島外的人的眼裡 他們單純就只會變成巨人的惡魔 為此如果必須要達到和平的話 他必須要擁有能夠跟世界談判的必要條件 也就是足以畏懾世界的地名 當有了地名時 世界各國便會忌憚這項力量 而不敢輕易對怕島展開攻擊 從而讓地名變成了對世界各國談判的籌碼 從這兩人的對話可以看出 阿爾敏的想法比較保守 而艾連的想法比較激進 但以現實來說艾連的做法比較有保障 畢竟他是建立在自稱有一定的實力上 而阿爾敏的想法就感覺比較天馬行轟一點 要讓敵國乖乖坐下來跟你談判 這應該不大可能吧 又不是每個人都是萊納 如果你沒有實力的話 你拿什麼跟人家談判 而且阿爾敏只因為幾個馬雷人跟你比較友好 就認為所有島外的人都跟他們是一樣的 我認為這個想法太天真了 所以我認為艾連的想法比較合乎常理 當然漫畫黨都知道艾連後來做的遠不止這些 我現在也只是以動畫的進度 來講出這兩個人的想法而已 但這短短的幾句話 真的為後來兩人所走的路做了鋪陳 最後就是艾連照鏡子這邊 我想這個畫面一定是最多人期待的 因為這個場景算是艾連成長的轉捩點之一 而且新造型相比前三季的艾連 簡直潮到爆表 製作組把這個畫面做得很好 但我還是覺得差了漫畫一點點 感覺漫畫裡的眼神更加堅定更加霸氣 不過動畫的艾連依舊帥得不要不要的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把按個訂閱、閉嘴、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天童人 我們下午好吃再見